关于玛雅文化 新元九世纪整个文化突然灭绝 其实专家也一直想找到答案 现在有机会了 因为瓜地玛拉的金字塔底下 发现了两个墓穴 里面有王室成员的骨骸 有非常完整的陪葬品 还有碑纹 专家认为这应该是蛇王王朝的古物 蛇王王朝的秘密 有机会被解开 地点在中南美洲瓜地玛拉一带 距今约2500年前 比基督文明还要早 这里就出现了辉煌的玛雅文化 他们会比较为俄罗斯的科学 专家为俄罗斯的区域 专家为俄罗斯的区域 不过西元九世纪 相当于我们的唐朝末年 这个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突然消失了 许多学者都在寻找希望重建失落的玛雅文化 最近考古学家在瓜地玛拉城 以北300英里的霍尔木尔古遗迹 古老的金字塔里头 发现了两座保持完整的神秘墓室 archaeologists have uncovered what may be the largest royal tomb found in more than a century of work on Maya ruins in Belize along with a puzzling set of hieroglyphic panels that provide clues to a snake dynasty that conquered many of its neighbors some 1300 years ago 一般认为所谓的蛇王王朝 指的是卡努尔王朝 就像中国皇帝以龙当作代表图腾 历任的卡努尔王 也以蛇来代表尊贵的往事 researchers found the tomb as they excavated a central stairway of a large structure within were the remains of a male adult somewhere between 20 and 30 years old lying such a pine with his head to the south 他的牙齿相有玉石的痕迹 考古学家认为 他应该是皇家成员 而且还有不少的陪葬品 根据年代口证 这个墓穴 约末建立在西元650年到700年间 从空中俯瞰 一座座的古城散落在丛林里 围绕在旁边的是一个个的金字塔群 玛雅人盖金字塔和埃及人不一样 据说是分阶段 然后一层一层叠上去 霍尔木尔人加盖金字塔的时候 也保存了下方的金字塔 研究人员也得以挖掘隧道通往内部 看见几乎完全保持人貌的结构 透过这些保存完整的古物 专家们希望也能够解开玛雅王朝消失的秘密 TBBC新闻 综合报道